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课程就是针对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气体感受器另外一个延伸的产品 叫所谓的电子笔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要介绍所谓的电子笔的一个工作引力 以及它基本上的一些应用的情形 那电子笔当然是来模拟人或是动物的鼻子 那我们要做电子笔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动物的鼻子 它的动作方式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当然鼻子 我们只要去做呼吸的一个动作 当我们气体吸进来之后 会刺激我们接触的神经炎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我们感测器的区域 然后对我们气体里面的感测 这个当然会长得刺激 然后会把心脑往后经过神经炎 然后往后做一个传设 那传送的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的神经炎就会对我们所刺激的气体 我们做一个辨识 然后辨识之后我们来决定说 这是什么气体 对人体有没有害 然后执行动作 那动作完之后就把这个心脑清除掉 再接受另外一个气体心脑的一个进来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鼻子的主要一个动作的一个严厉 那四单电子笔是类似的 一个工作的严厉 那电子笔呢是有选择性的一些 主要的电化学感测器 一般有时候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这种气体感测器比较多了 和四单的一个试边方法组成的一个仪器 那四单的试边方法来这里面 就想到了很多所谓的融合理论在里面走 那融合理论我们后面的第九章第十章会在这个说明 这里面有一些理论来判断 识别这个简单或複杂的气体 也就是说在判断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气体 那电子笔呢主要是模拟的一个秀节 对气体的进行感知分析还有识别 其过程的分层呢下面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气体感测器正列 一般我们对于这电子笔呢 我们所用的气体感测器种类都很多种了 我们要做成正列的形式 当然可以同一类也可以不同类的感测器 利用正列的制程 这个半导体制程能做成正列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一般的气体感测器 电子笔呢在气体感测器用正列的形式 气氛分析感应后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 变化产生了这个电子信号 然后第二部分呢将信号换大 并转换成了数位的信号 进行数据的一个处理 然后处理以后呢 这个信号透过模式的识别系统 就是有一些我们的理论啊方法来辨识啊 来识别啊这什么东西 定性或是定量的输出对气体 所含成分的检测的一个结果 那整个流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首先呢就是带车物体的这个物品的一个气味啊 然后我们利用感测器正列啊 将这系列呢得到了一个啊 啊电的信号然后透过啊 啊我们书记呢来做一个处理啊 啊当然是列比的信号的话要经过AD啦 然后把信号呢这一个特征提起 然后经过这些我们气体所得到的一个特征呢 经过呢我们这个这个理论的一个辨识 来决定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气体 然后显示完之后呢再把这个结果输出 就看是要给下一个目标 或是呢给主机呢做一个信号的控制 那我们电子笔呢一般呢 它的工作严厉也是在跟前面呢 跟生物是类似的啊 一样我们把气体吸进来之后 我们接受信息经过我们感测器 就是所谓我们提到的感测器正列啊 那感测器正列呢 接受到这个气味之后呢 啊会产生的这个电的信号 然后把这些信号经过转换传送啊 到我们的辨识 第五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辨识的信息 那辨识的信息当然呢 可以采用的很多种融合理论啊 那这边我们提到一个呢 人工的内神经网络啦 一个比较采用的方式 或是所谓的发力模糊理论啊 这些都可以用在电子笔 不一定单单的就是人工神经网络 只是我们提出一个方式而已 然后呢根据这些比对理论的分析之后 判断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气体 然后呢显示什么样的气体 当然呢根据这些气体 我们要执行个动作 所谓的啊如果对灵体有害啊 要怎么样处理警报 或是什么通知 如果对灵体没有害的啊 那时候就一个显示 这是个什么气体啊 酒精啊瓦斯啊 或者什么样的气体 然后呢后面呢再做这个气体 一个清楚的一个信号 再做下一个气体的一个简单 一个两侧 所以呢整个流程呢 我们可能这个图看得出来 那最右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感测器正列啦 然后呢新浪处理做一个分析 然后比对呢这个pattern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对特征的崛起 然后把它分裂 这个第四个部分呢啊往右呢一直走 第四个就是分裂啊分裂完之后 我们结果决定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样的气体啊 这是一个电子笔的整个一个流程啊 那这个呢是关系到电子笔的支撑啊 这是第一种呢叫联电度型的感测器的电子笔啊 那底下呢有加热电阻 因为很多这种半导体式的气体感测器呢都要加热啊 然后那气体呢这个符着在这个加热的这个这个线前上面呢 浓度越高呢产生的这个电阻子就越小了 电子就越多 那是一种呢所谓的这一个呢电阻式的一个 我们呢这个材料呢 这一个在看到呢上面这一块活性材料的这个部分 然后信号的引出呢就是由金属电子这个部分引出 然后气体呢就是进入直接跟活性材料做接触 那第二种呢这个石英晶体呢这个微平原式的 一样电子从两边呢我们引进出来 那气位进来之后我们一个极有弧的涂层 那这个呢来跟气体做两侧的部分 好这是另外一种呢就是所谓的金属呢这个半产效的电气体型 这个呢就是比较偏向我们的半导体的一个支撑 事实上我们呢国内是很有潜力的来尽发这一种 所谓电子皮呢相关的一个所谓的气体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气体的味道进来 我们呢这个上面有一个所谓的呢 加涂料催化剂的一个感测层的部分 那底下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驱动啊 还有这个杂集啊 这些这个细的这个滴滴底层 这个是半导体制成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拿来做电子皮的一个 这个呢材料的部分 制成的部分 好那电子皮的应用呢 近年来电子皮技术应用到疾病的诊断上面 在某些特殊病人的身上可以闻到呢 某些独特的味道 因此可从患者的呼吸进行呢 这个疾病的一个捡测 所以呢 这未来在我们的声音方面呢 使用上相当的多 传统的呼吸检测方式呢 是根据标准的这个呼吸采样的程序 采集检体后 再用气象层呢 沉吸液的配额 指浦仪呢 判定这个化合物的种类 这方法呢 不仅呢 这个引起昂贵 耗卫时间 相较于电子皮的技术呢 所需要的分析呢 成本不但降低很多 操作简单 反应快速 并且仅四分钟 就可以做完成的一个检查 而因为这种指浦仪是贵实 一太多好几百万 那我们如果做成一个晶片呢 以后呢 我们对于这一个 把病毒啊 什么的这一个 人体的这个 生病呢 这个我们用这个检验呢 速度会比较快很多 目前国内呢 也开发出 若干的这个电子皮的 这个激素应用的 这疾病的检测 例如尿毒症的患者 在孵出的气体中 含有微量的三甲积氨 二甲积氧等气体 该阴患的孵出的患者 本身会孵出 微量的二甲积瘤这种气体 所以未来电子皮的激素 可以扩展到很多疾病 如肺龙痰 痰尿病 肠胃病等等 肺癌等等 可以提供快速的相减方式 所以呢 我们这种 电子皮的使用也相当的广 尤其在生机的这个场额呢 应用的非常的普遍 谢谢